油价倒是要涨价了 中油宣布呢 我们看到呢既有涨四角才油呢 则是五角最主要呢 我们看到本周呢在国际间呢 这个油价的价格 那么因为均价每一桶是83.54美元 跟上周比起来上涨了2.73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 美国的联准会宣布要实施 这个规模达到6000亿美元的 二次量化宽松措施 所以促使美元现在走弱了 所以油价就再度走强 原油甚至来到了近7个月以来的新高价格 中油公司宣布呢 从今天开始各式汽油每公升 调账0.4块钱 柴油则是上扬0.5块钱